最後一場 開始了 好上面是貝卡茲 下面層次內 應該是下面是FK吧 好 貝卡斯的技能一樣是心靈透視 然後層之內技能是草原 有層之內的先攻 好 出一張小尼歐斯 新雨霞 覆蓋一張 好 響了很久 再覆蓋一張 好 回合結束 好 這是第二回合 所以這兩張還是看不到的 好 選擇覆蓋一張怪獸 再覆蓋一張 好 結束這回合 好 那輪到層之內這邊 好 升級召喚 炎帝 掉對方一張手牌 而且捨機的是怪獸卡的時候 還可以再給予對方等級 乘以100的傷害 然後再加上新證弧 喔 那等於是要把這兩張都封掉 感覺很衝啊 喔 掉到栗子球了 哇 好 再覆蓋一張 所以他剛剛也許是想要 防止對方的線坑 因為如果被線坑的話 手背力只有一千 好 出了飛槍鬥士 好 選擇戰鬥 那這樣手牌應該是有半風 或是遙控器 好 果然是遙控器 那這邊有沒有對應呢 好 沒有 被打爆了 那麼 飛槍鬥士可以換牌 還好是飛槍鬥士 要不然炸掉新證弧的話 就很難打了 好 兩千三的火神 好 回合結束 哇 那就麻煩囉 因為這張蓋還不能用 這張剛剛也證實是擋不住的 所以 這樣火神的攻擊應該是會直接穿過來 然後再將 新證弧給破壞掉就很麻煩 哇 兩隻劍鬥獸 現在拿下3100的鞋 然後還可以再換裝兩次 哇 太強啦 好 變成飛槍鬥士 將草原給破壞掉 哇 太強啦 好 破壞了草原 然后这只会换吗 还是就不换了呢 好 没有换 好 连到层之内这边回合 好 没有任何的动作 回合结束 各位如果 有胜负结果的话 在那个 比分可以点 自己的名字 好 那 就1比0 好 第二场 好 一样是 层之内克也对方换成了海马赖人 好 技能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同样是刚刚那个 新雨霞内副牌 好 有海马星空覆盖一张怪兽 那换fk滑的回合 好 出了新雨霞 好 选择战斗 好 是 哎哟 竟然是凤凰神 炎王受夜叉发动效果 破坏手牌中的凤凰神 哇 那等一下上海就会烧两张后台了 好 在目的凤凰神发动效果 好 复活 找双方后台 这时候连锁一塔库亚 好 将凤凰神转成守备状态 好 炎王送发龙 再加上一张魂之卡 那会再 加一张凤凰神到守牌 发动技能粉碎 让他变2100 可以打穿小星雨霞 好 好 打穿了 好 覆盖后台 再覆盖一张 好 回合结束 没有怪兽 那 其实他这张第二回合才发的话 是还算蛮漂亮的 因为确实隐藏了 哎哟 又一张 隐藏了他的牌组 然后让对方去战破那只夜叉 这样他手牌两张都剩凤凰神 那这波如果你带走的话 对方抽到快会 好 果然 控制器 将凤凰神转成守备 然后 发龙的攻击 打中了 好 这边有没有办法逆转呢 对方卡两张凤凰神 所以 该不会这张也是夜叉吧 好 又继续盖牌 好 没有 有怪兽吗 可以划 有怪兽吗 哦 没有 他又回合结束了 感覺 好繼續發動技能粉碎 好一樣看看對方有沒有得檔 如果他都用控制器檔的話那應該 會不會是分段 哦沒有好拿下了這一場 感覺應該要換牌 因為好像連續用兩場的結果都沒有很好 好那就是2比0